KID跟宋柏惟有沒有對求神哥說一些什麼 有有,他KID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他的店裡面吃 吃火鍋 可是這一次真的非常忙,都沒有去 都沒有給他再... 我答應他,可是沒有時間 那時候我們最後一站的時候還有錄祝賀影片 對,覺得很溫暖 所以不是因為KID太巧,所以被換掉 這是陷阱體驗 太忙了 那你這次在石敬秀的時候,像你剛剛有說到 就是有一個失誤,所以大家就是輪流去道歉 那當時會不會覺得說有點拉不下面子 這樣 有什麼面子不面子啊 這不是挺好的嗎 你做錯事情就要道歉 是吧 有些人永遠都不會道歉 那剛剛凡希在片花裡面有所種感受到父愛這個步驟 那還是什麼樣的... 也不是父愛這個步驟 講講話 講話 講話 他最害怕的感覺 好好說 好好說 剛剛我聽到長輩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你人那麼奇怪 到底有找父親嗎 哈哈哈哈 對啦,就是很少跟男人一起相處 就自己都這樣而已 因為他家裡一家都女生啊 哈哈哈哈 你媽媽也不錯,你媽媽也很好 他媽媽也很好 阿翔,你剛剛講講說來台灣啊 一陣子了,那昨天是不是大堤陣 你今天來看看 是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